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妞妞吧 谢谢 妞妞 不借我 好 行 还破坏我们道具 好 妞妞不说两句吗 为什么挑梦妞什么的 因为我太弱了 不想进车轮战 所以 你就觉得可以欺负她是吧 是早点解脱 让我们欢迎妞妞 妞妞有可能非常强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妞妞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李旦 Rock和杨萌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手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 我就 我想 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哈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 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牌灯吗 哇 Oh my God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 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验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句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他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 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 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 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就如果叫吴老师 就太疏远 但是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的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会不会显得我 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这个有点危险 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对 好像救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明亮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真棒 娘娘真棒 又嗨又嗓 我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 我比较好奇的是 孟川之前看过娘娘表演吗 看过 那你为啥会选他呢 我觉得强对强好看 唱歌他也太直观了 好 因为娘娘其实刚讲都有就半年吧 对 去年八月份开始 哎呦喂 厉害 那个脚本都是自己写的吗 对是我自己写的 我估计别人也写不出这么上的东西 非常厉害 而且呢 他也有很强的学历优势 但人家不提 北大的硕士 学什么专业呢 创意写作的 这个就是创意写作 真的 我觉得特别是说老虎那段 太精彩了 非常厉害 好 接下来的选择权交给观众 来 穿 来到舞台中央 孟川 红剑 鸟鸟 蓝剑 来吧 开始投票 总体的话 完成作还可以 还行 我就是把稿子正常表演出来了吧 我觉得我表现得还可以 我感觉鸟鸟的胜算更大了 我觉得可能是鸟儿吧 3 2 1 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最终的得票情况 川哥对鸟鸟 太精彩了 川哥对鸟鸟 川哥就是文本很硬 结果鸟鸟上来之后呢 弄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稿子 然后对上川哥的文本 我就感觉 哇 强强对撞 这比赛太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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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鸟 可以 可以 好的 我们先请即将离开舞台的79票的孟川 跟大家说两句 各位加油 挺好的 没了 没事没事 不用爱 我现在是有工作的人了 我不用自己 对 哈哈哈 挺好 你选择鸟鸟的理由很好 那我们感谢孟川 明年再见 没事 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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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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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没事 我真没事 加油 其实今年我是不怎么在乎输赢的 而且我觉得建国和博洋 给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觉得他们那样选是对的 太意外了还是 觉得孟川讲成那样已经很好的 这是两个四灯 其实 你看 鸟鸟 鸟鸟一点都不开 你从来没有笑过 对不对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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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鸟鸟 心里想 该不会是刚才我那句话说错了吧 叫孟老师还是叫川阳哥呢 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可贵 因为优秀的我们在这个舞台见了很多 但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是 每年都希望能看到 所以这次 你知道你演完 郭老师在我旁边摸到了一句什么吗 桂圈 桂圈可能要大爆发的 桂圈 感觉桂圈要大爆发了 因为今年优秀的太多了 嗯 鸟鸟还有想再自我介绍两句吗 没有了 谢谢大家的鼓励 恭喜你们俩进入新级区 恭喜你们俩进入新级区 谢谢大家